財神道 財神道 好心得好報 財神話 財神話 穩錢已正路 財神道 財神道 好臭快兩步 得到他看起你 你有錢套 各位獅子座 塔仙電腦 祝大家新春進步 身體健康如而吉祥 一段時間不見了 希望大家so far so good 各位上星或太陽獅子座的朋友 在這個農曆正月的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有兩樣事情 第一 原來你們應該休息 尤其是華人 現在畢竟是新春 很多人都休息 我都建議 塔羅和星象 都建議你們給大家一個禁止 有時就算你自己想做事 但現在全世界都在休息 你怎會有一個外源 怎會有一個助力呢 所以根據塔羅和星星的建議 其實你們真的應該給自己休息 就有什麼事情都不要特別推動 否則其實是很容易會招致失敗的 因為真的 無論是內或外都沒有一個很大的推力幫助你去達成這件事 對啦 第二呢 就是講 呃 朋友 對啦 和朋友的關係 有一點點朴索迷利 啊 我有一點點想宣佈 那由今期開始 我每一期星運 最後那六個星座 我都不特別去 講解那一幅星圖 想盡量保持短一點 還有呢 亦都是去 展示一個差別 就是 有一個優先的次序 OK 那就 不想全部都在講星圖那麼麻煩 OK 但是 然後你們就是 剛剛好第六個星座 對啦 所以剛剛 之前那個巨蟹座 他們都是有那個星圖解釋的 但是你們 施子座開始 一路去到摩蝦座 香港人又叫生人座 那在今期 就沒有那個星盤的 特別分析了 我沒有特別去跟你們講那個理論 OK 但是當然我講的內容 其實不會 不會參加一些什麼 我只不過是 不去做一個教學 我不做那個占星教學 OK 但是不用生氣的 我等一下會唱多一首歌給你們 去填補你們這種 空虛的 OK 好啦 要講回 其實是跟那個朋友關係 有一點點樸索為利 OK 有機會是 你們 不想因為一些錢銀 或者生意合作 去破壞了那些朋友關係 因為說真的 就是 永遠牽涉到錢銀 就很 就是很 很邪 是不是 很容易 就是很爪忌 不是很邪 是很爪忌 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 會因財失意 所以你最近跟一些朋友 會想一下 究竟跟他的關係 就是 應不應該是 去嘗試一些其他的關係 例如生意合作 那你會有一些 忌諾的 OK 如果不是說生意合作 就可能是 有一些感情的滋生 你就不知道 其實我們是不是 究竟是不是戀人美滿 應該去拍拖 所以跟朋友的關係 會有少少樸索迷利 是的 如果大家 如果心碎清 都能聽得出 我剛剛在Mansion Mansion 做了一首歌名 就是 容祖兒的 戀人美滿 我今晚是 歌慶大法 就讓我唱一首歌 給大家聽 好了 是什麼呢 嗯 一時清醒 繼續平靜 一時感性 笑著亡命 我不悶 單單眼睛 都有嚴重性 我最想隱瞞心境 拒絕承認 坦然死拼 決定承認 不停 又當在你邊境 朴索依然進行 怎麼樣 好不好聽 大家是不是開始 雖然我今期 不做這個 升盤的教學給你們 對了 好了 基本上 你們今期的 運勢就是這樣 最後再說一次 身體健康如兒的 長生年進步